案發後布魯塞爾警方封鎖機場停機坪連夜搜證 當地星期一晚 八個穿著警察制服的蒙面劫匪 闖入停機坪 攔截一架準備飛往瑞士蘇黎世的小型貨機 匪徒持機關槍 指嚇機組人員和保安 從機艙搶奏120個裝有鑽石的包裹後逃走 歷時三分鐘沒有人受傷 警方期後在機場附近找到一輛銷毀的汽車 相信是拆車 又指犯案過程利落 懷疑劫匪有內應配合 正傳歷七步拆人 被搶走的鑽石 來自安特惠普的鑽石設局貿易中心 有珠寶業人士估計 價值3500萬歐元 折合大約3億8千萬港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尼厚文報導